刘邦登基之后 烦恼的是接二连三 公元前202年 楚王韩信竟然被人举报谋反 这一消息就像一个重磅炸弹 满朝结晶 史料记载 刘邦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不语 作为汉朝第一大功臣 韩信为什么在楚汉战争期间 手握重兵的时候 不自立门户 却在江山已定的时候 要谋反自立呢 对于韩信谋反的说法 刘邦究竟作何反应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为您解读 汉庭削帆第一部 刘邦简除异性王 第十集 爱以韩信 恨以韩信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上一次讲到 汉初 刘邦因为要回报那些 为他浴血搏命 夺得江山的功臣们 确定了论功行长的基本原则 这个原则呢 无形中就限制了他的一部分皇权呢 使他不得不顾忌功臣们的感受 不便贸然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 公元前的202年9月 燕王赃徒因为谋反被镇压 刘邦为了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分封没有多少军功的铁哥们 卢婉为燕王 在大臣们接受卢婉封王之后 他就开始准备封刘氏子弟为王了 就在刘邦盘算分封的地盘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检与楚王韩信谋反 刘邦是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实际记载 诸将曰急发兵坑数子二 高地漠然 那些武将们都建议赶快发兵征讨 但刘邦却沉默不语 我们上集讲到 赃徒谋反 刘邦当即决定御驾亲征 毫不犹豫地以武力镇压 这会儿轮到韩信 刘邦为什么沉默了 刘邦对韩信的心情 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这天下是怎么拿的 刘邦心里边应该是有数的 如果没有韩信 刘邦别说当皇帝了 就是那个不情不愿的汉王 他现在能不能做都是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那个时候是刘邦最为艰困的日子 刘邦被封汉王之后 项羽为了削弱这个潜在的对手 强行扣下了刘邦的七万军队 他只剩下三万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 因为刘邦的部下大多都是东方人 他们日夜思念家乡 不愿意南去汉中 半道上很多人都偷跑了 即使到了汉中的人 也没心思在这待啊 都一心想着回东方老家去 当时汉营可谓是军心涣散 人心思归啊 眼看着汉王国这个摊就要散了 刘邦却无计可施 是一筹莫展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丞相萧和给他推荐了韩信 韩信败将之后 给刘邦制定了东向争权天下的大战略 建议刘邦利用将士们东归的心理 先拿下关中 然后东出与项羽 逐鹿中原 韩信制定的东向战略的第一步是重返关中 韩信呢 又是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者 他采用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计划 一举拿下关中 此举呢 不但是刘邦扫清了东向的障碍 更是得到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刘邦蓬城大败之后 是韩信迅速占据信仰 稳住了溃不成军 不可收拾的汉营阵脚 硬是将不可一世的项羽 荡在了行阳城稿一线 在行阳对峙最为艰困的时候 又是韩信提出了北伐的大战略 而且率军是恭卫伐赵 详烟下棋 彻底扭转了楚汉战争以来 楚强汉弱 被动挨打的局面 最后汉处双方陈兵该下 韩信亲自指挥大军 与项羽展开决战 最终是一举全歼处军 逼迫项羽乌江自闻 使刘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因此呢 说是韩信打下了汉史江山的一大半 一点都不为过 可是在刘邦的内心深处 他想的更多的 可能并不是这些 而是其他的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 事实上 对于韩信 刘邦的复杂心理 早在楚汉决战之前 应该就已经开始了 虽然对于韩信 在自己争夺天下的过程中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心知肚明 但是站在刘邦的角度 韩信后来的一些做法 让他感到非常不满 韩信攻占赵国之后 刘邦无意恢复张尔的盲位 直接设立了常山郡 可是韩信呢 就为张尔出头 上书刘邦 直接要求封张尔为赵王 而且以部队需要修正为由 不再向燕国齐国进军 刘邦被逼无奈 只好答应了韩信的要求 刘邦忍痛割了自己的肉 人情却落到了韩信的头上 这刘邦能不窝火吗 还有更让他窝火的 韩信打下齐国之后 并没有像北伐之初 与刘邦约定的那样 迅速回石西进 围攻向 而是给刘邦上书 明确提出自己要做代理齐王 刘邦当时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当时就破口大马 后来在张良陈平的劝说之下 为了消灭最主要的敌人 刘邦还是忍了 直接封韩信为齐王 就这样 韩信还嫌不够啊 在与储君决战之前 刘邦与他约好 汇兵固领 拒监项 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 韩信却没有来 这是刘邦孤军出击 被项羽氏打得大败 为了调动韩信参加决战 刘邦只好听从张良的建议 明确给韩信划定了地盘 韩信这才出兵参与该下决战 我们推菜 这装装剑剑 刘邦应该也是铭记在心的 因此他对韩信的猜疑和不满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作为打下汉氏江山的头号功臣 韩信本应最得刘邦的心 从汉中东晋开始 韩信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 江场血战 但是刘邦对韩信的态度 却从信任以重变成猜忌 甚至步步提防 两个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刘邦的猜忌 韩信是否已有察觉 他对此又作何反应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继继继续为民解读 汉廷薛翻第一步 刘邦简除异姓王第十集 爱以韩信 恨以韩信 韩信在攻占魏国之后 请求再增兵三万 向北方的燕国 赵国 东方的齐国进军 然后南下截断楚国的梁道 转而西建在行阳会师 围歼处军 当时汉楚行阳对峙 攻防拉锯 处于胶着状态 与此同时 原来支持刘邦反楚的诸侯王们 纷纷是背汉归楚 形成了反汉联盟 项羽率领楚军 在行阳正面战场助攻 同时在北方是联合魏 戴赵 燕 其从北翼牵制汉军 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 因此 当务之急 必须得想办法 找到突破口 尽快打破将军 而韩信北伐 从侧翼展开进攻 不但能消除北方的威胁 还能牵制 行阳正面战场的储君 刘邦敏锐的意识到了 北伐战略的重要意义 可是韩信要求增兵 这让刘邦就泛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行阳对峙 汉军当时的总兵里 我们估计大约有十万左右 韩信乏位 刘邦已经分给他一部分军队 一两万人应该是会有的 这会儿呢 韩信又要求增兵三万 就说韩信要分去刘邦 大约一半的军队 撇开刘邦这儿的压力不说 这韩信手里的军队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刘邦虽然有点犹豫 但是最终经过权衡 还是答应了韩信的要求 不过在增兵的同时 他还给韩信增了一个将 这个将就是被陈瑜赶跑的常山王张尔 刘邦与张尔其实是老朋友 老关系了 后来呢 这两个人呢 又约为儿女亲家 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 就嫁给了张尔的儿子张敖 可见刘邦和张尔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张尔因为在赵国经营多年 现在既然要进攻赵国 太熟悉情况的张尔协助行动 也入情入礼 可问题是刘邦分兵韩信之后 又派关系特殊的张尔到韩信军中 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推测 刘邦这个时候 可能就已经对韩信起了戒心 刘邦在给韩信增兵的同时 又派取心腹张尔进营 名为副手实为监军 刘邦的做法已经说明 他对韩信产生了戒心 接下来 刘邦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彻底暴露了 他对韩信的猜忌与防备之心 这刘邦的用心 韩信是否有所察觉 我们不得而知 也许他没有多想 也许他并不在意 此后呢 他仍然继续向东北进军 攻占了实力较弱的戴国 史记 《怀英侯列传》就记载 信之下魏破代 汉折使人收其精兵 一行阳以拒处 就说韩信打下魏国和戴国之后 可能会收编投降的敌军 而刘邦一见韩信的人马 有所增加 就赶快将他的精锐兵力 调到行阳前线 以对抗出军 这个事表面上来看 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 行阳战事吃紧 压力太大 刘邦顶不住 不得已调你韩信的部队增援 但暗地里不由不使人想到 这其实是刘邦以此为借口 削弱韩信的军事实力 看来刘邦已经在 有意无意的防着韩信 收走了韩信的精锐部队 右派张尔监军 刘邦应该能稍稍安心一点 可是没想到 韩信在打下赵国之后 居然替监视他的张尔说话 求封赵王 这事就表明 张尔与韩信已经穿了一条裤子了 我们推测 刘邦的心里边更不是滋味 就在韩信高揍凯歌的时候 刘邦的正面战场却打的是相当艰苦 汉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二百零四年六月 行阳被项羽攻陷 刘邦几乎将军队丧失殆尽 狼狈的只带着夏侯庸一个人逃了出来 他们渡过黄河 来到了韩信和张尔已经占领的赵国地界 在船舍呢 住了一晚上 这个时候 刘邦已经连张尔也不信任 因此第二天一大早 刘邦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没有让人通报韩信和张尔 招他们前来觐见 而是自称汉王的使者 进入张尔韩信的军营 实际记载 张尔韩信为其 寄其卧内上夺其隐符 以挥招驻将亦制之 因为当时天还早 张尔韩信二人还没有起床 刘邦趁机直接闯入了他们的卧室 夺了将印兵服 然后撤换了原来的将 将军队全部收归自己智慧 如果说我们前边讲的 刘邦的猜疑 还仅仅是主观一策的话 那么这次刘邦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夺取军权 就将他的内心是暴露无遗了 那么刘邦既然这样猜忌韩信 为什么还将该下决战的主帅之位 攻守让给韩信 那可几乎是全部汉军的指挥权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分析 主要是彭城大败和顾灵再败的教训 让刘邦深刻的领悟到 项羽就是自己的克星 不管兵多兵少 他打一次败一次 怎么着都干不过人家 而反观韩信 自出道以来是用兵打仗 是连战连胜 根本没有失败 刘邦对韩信的感情应该是又爱又恨 不管他愿不愿意 从大局着意 他只能让韩信来指挥这场大决战 可是大战刚刚结束 硝烟尚未散尽 刘邦就迫不及待的迟入齐王壁夺其军 刘邦再次快马闯入韩信的军营夺了军权 此后不久 刘邦又将韩信从齐王改封为处王 刘邦对韩信的猜忌已经是赤裸裸的了 可是根据史书记载 韩信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他没有察觉吗 韩信先后两次被刘邦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军权 刘邦对他的疑心和提防 韩信不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他都选择了默然接受 作为一个军事天才 韩信在楚汉战争期间 已经事实上成为除项羽和刘邦之外的第三股力量 面对刘邦对自己没有掩饰的戒备与防范 项羽派人前来策范 为什么韩信又断然拒绝了呢 站在韩信的角度 他如何看待自己与刘邦的关系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继续为您解读 汉庭削帆第一步 刘邦剪除异性王第十集 爱以韩信 恨以韩信 刘邦做得如此明显 韩信是何其聪明的人呢 他不可能没有察觉 可是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他的心里边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这个问题啊 咱们得从韩信的出身讲解 韩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他是楚国淮音人 大约出生在公元前的231年前后 关于韩信的家世 史书没有记载 从有人称他为王孙 他的身上还配有刀剑的情况来看 韩信呢 应该是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弟 因为当时的下层劳动者 一般是不会配刀待剑 他可能曾经熟读兵书 深谙兵法 因为后来他统兵打仗的时候 能够娴熟的运用兵法 而且随口就能背出孙子兵法的语句 可见他对兵书是非常熟悉 韩信成年的时候 已经到了秦末 以他的头脑和眼光 可能已经预见到貌似强大的秦皇朝 其实危机四伏 天下将会出现大的变局 因此呢 他无心像常人一样经营产业 史记记载 韩信贫无形 不得推则为力 又不能置身商骨 常从人既食饮 人多厌之者 韩信年轻的时候啊 家里边穷 自己也没什么出众的品行 当公务员是不够格的 他又不会务农做生意 经常是混吃混喝 人们都讨厌他 有一位嫖母 看见他呢 挺可怜的 就把自己的干粮呢 分给他一部分吃 韩信很是感激 对这位老妈妈说 无必有以重报母 我一定会重重的报答您的 西汉立国以后 韩信封王 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这位嫖母 环抱他一千斤 从这儿啊 我们可以看出 韩信是一个真图报 重情重义的人啊 这韩信不无正业 整天闲逛 很多人就看不惯他 这一天 有个卖肉的年轻屠夫 故意找茬 拦住韩信说 你小子别看个子挺高 还配刀带剑的 其实是个胆小鬼 你要是真不怕死 就杀了我 要是怕死 就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 韩信盯着他思量了半天 最后呢 什么也没说 趴在地上 就从这人的裤裆底下钻了过去 结果呢 招致仪式人接孝信 以为窃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 韩信胸怀大志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甘愿忍受屈辱 绝不会为一时一期而莽撞行事 正如韩信后来所说 我宁不能杀之耶 杀之无名 故人而就于此 我当时难道不能杀了他吗 问题是杀了他一点都没有好处 我忍下来就是为了今天 这说明韩信是一个 不计一时得失 放眼长远未来的人呢 这就是韩信早年的成长经历 他要犯受辱 其实就是为了要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能让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期末战乱 韩信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在项羽的叔叔 项梁起事的时候 就仗剑从之 后来项梁战死 韩信又跟随项羽 他虽然很有军事才感 也多次给项羽上书出主意 但是却没有引起项羽的注意 韩信在处营只混了一个芝麻粒大的小官 郎中 就是一个持己战岗的侍卫 韩信的理想是联军百万 纵横疆场建功立业 可这持己战岗的伙 距离自己的理想 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韩信失望了 在当时 除了楚霸王项羽 真正能让韩信看上眼的 只有汉王刘邦 因此 韩信毫不犹豫的就改换了门庭 投奔了刘邦 韩信早年胸怀大志 却苦于一身技能无处施展 只能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秦末的战乱 给了韩信可以一展报复的机会 但他在向氏输职的旗下 一直不被重用 转而投奔了刘邦 正是因为刘邦 韩信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所以 对于成就了自己的刘邦 韩信应该是怀者 报恩之心的 虽说在刘邦手下一开始 韩信也没有受到重视 但是后来 在丞相萧和的强力推荐下 刘邦决定败他为大将 这个任命啊 那可不仅仅是破格提拔呀 简直是破天荒了 要知道 韩信当时只是项羽手下的 一个逃兵而已 投奔刘邦呢 还不到两个月 可以说 刘邦此前 可能连他的面都可能没见过 更不用说了解他了 因此 刘邦的这个决定 是大大出乎韩信的预料 更让韩信意外的是 向来大大咧咧 随意而为的刘邦 为了树立他在军中的威信 居然择梁日 摘梁日 摘梁日 摘谈场 聚礼 专门选择梁辰吉日 并亲自摘梁日 摘立谈场 败将大理事一样不落 相当的正式 刘邦这样赏识重用他 他当然莫尺不忘 因此 他才会竭尽所能 为刘邦出谋划策 攻城掠地 以报知欲之恩 尽管后来刘邦 嫉妒他的才能 对他是百般防范 他也不忍心背叛刘邦 就在韩信拿下齐国 拥兵数十万 已然成为当时除了 汉楚的第三方势力的时候 项羽曾经派人策反韩信 韩信当场拒绝 他饱含深情的说 汉王受我上将军印 于我数万众 解一一我 推使使我 言听尽用 故无得以致于此 夫人深亲信我 我辈之不详 虽死不易 汉王任命我为上将军 给我数万军队 还把自己的衣服给我穿 把自己的食物给我吃 对我是言听计从 所以我才有了今天 既然人家这样信任 我却背叛他 这样做不好 我死也不会变心的 这应当是韩信内心真实的情感 他可能觉得 刘邦给了他实现报复 施展才能的舞台 已经足够他感恩戴德了 至于刘邦的那些小动作 他都可以忽略不及 这可能就是刘邦多次夺取 韩信的军权 而韩信却默然接受的原因吧 战乱年代 韩信虽死不易 可是这会儿天下太平了 却有人举报他谋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韩信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我们下次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楚汉战争刚一结束 刘邦不但再一次夺了韩信的兵权 而且又夺了韩信手中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旗国 改封韩信为楚王 当了楚王的韩信 却让刘邦更加猜忌 那么韩信到楚国后究竟做了什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 下期节目中为您解读 第十一集 刘邦心中的刺